嘉庆皇帝猝死之谜嘉庆皇帝真实死因究竟是什么? 座位清朝入关以来第一个死在北京之外的皇帝,史书中对于嘉庆皇帝的死因都莫有明确的说明。 嘉庆为何突然去世? 他的死因究竟是什么? 答! 在清朝历代皇帝里,嘉庆皇帝的死因,确实是青石路中纪录最模糊的,只有偶敢耶蜀四个字区区中蜀就要了皇帝命这种可以写经耸小说的死因,也生出了各种奇葩传言甚至让这位一生低调的嘉庆帝创造了大清纪录,死法最丰富的大清皇帝。 特别惊雷的死法,是说嘉庆帝是被雷劈死的。 主流说法有三个,一说嘉庆在避暑山庄打猎,回来的路上碰到雷阵雨,不偏不倚就给劈着了。 还有一种就恐怖了,说嘉庆在避暑山庄睡觉,突然电闪雷鸣,躺着就挨了雷劈,荡场就驾崩了。 最乌的是第三种,说嘉庆生活很恶趣味,只爱梅青木秀小太监,正偷偷鬼混,突然平地一声炸雷,竟就给雷一道批了。 这三种惊悚批法,在民国年间流传很广,那年头清朝刚亡,清宫话题是热门题材,文化圈又超乱,啥道德节操都莫有,荡然各种神情节涌现,全是消费嘉庆赚钱。 也同样是在民国年间,嘉庆皇帝的死法,还有比较窝囊的,烧死。 大体是说嘉庆罢占了避暑山庄一个工匠的老婆,工匠一怒之下就把避暑山庄给点了,嘉庆活活烧死在里面。 这故事可以脑补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嘉庆猝死之谜,这丑是说得很细。 就连瑞典地理学家贺定也来凑热闹,这位北欧学者考证,当时嘉庆帝人老心不老,在成德避着鼠,把眼镜工匠王森的妻子董事霸占了,气得董事自杀,王工匠悲愤吐血而死。 不久后发生神奇现象,八月份风雨大作,一道火光从天而降,把正与美貌嫔妃作乐的嘉庆给烧成了炭。 以贺定先生的原话说,不孝之子嘉庆继位不过几日,就杀死了忠诚的和珅,这正是上天对他的惩罚。 看看这可写科幻小说的研究,真不知道嘉庆帝与这瑞典人多大愁。 还有一些壮烈死法,比如遇刺说,说是被嘉庆镇压的白莲教和天理教的与党们壮心不改,潜入避暑山庄复仇,终于首任了嘉庆皇帝。 这故事流传在太平天国时的江南,原因我们应该懂。 港台电影公司也以类四题才拍了一票电影,捧红了不少明星。 这里就不赘述了。 而以真实历史看,生命迷流之时的嘉庆,确实自己也莫想到会这么快驾崩。 就在嘉庆24年10月初六,及他驾崩前一年,嘉庆还大张旗鼓,过自己的六十大寿。 当时臣子们提议,要给嘉庆建寿坛,嘉庆新高采烈一百首,等镇七十大寿的时候再建,对自家的寿命,相当信心十足。 而且就在嘉庆皇帝去世前五天,也就是嘉庆25年,1820年,7月20日,北上避暑山庄的嘉庆图静密云行宫时,还兴冲冲的考察当的农业古物。 而且一直到他去世前一天,也就是7月24日,他都一路处理政务,每天工作时间雷打不动。 甚至25日突发疾病卧床,还莫忘了发布机条官职任命。 谁知当晚就驾崩了。 最让当时清王朝措手不及的是,由于嘉庆自己都莫想到这么快驾崩,因此连自己指定接班人的密罩藏在哪都没交代。 这下事情严重了,大清自康稀奇,确立了密罩建储的传统,美其明约维护国家稳定,可最怕遇到这众突然死亡,连个准话都没有,皇子们还不立刻掐起来。 当时情况严重到什么地步,连嘉庆的皇后,及孝和皇太后,竟都不知道密罩在哪,幸亏这皇太后懂家庆心思,荡场拍板立了二阿哥民宁,也就是后来的道光皇帝。 那边军机大臣们翻箱倒柜,也总算找到了遗诏,两下遗对诏,恭喜孝和皇太后答对了,就是二阿哥民宁。 大清这场最高权力交接,由于嘉庆的意外死亡,差点显过剃头。 由嘉庆帝积各顾命大臣托金戴春元等人起草的嘉庆遗诏里,还不忘了有具阵体肃壮,胃肠疾病。 朕一直觉得身体很壮,真莫想到就这磨不行了。 这话可不是乱家,作为嘉庆的进尘,这些托姑大臣知道,嘉庆帝有多磨注意养生,他的养生事迹直到今天,还被日韩好些专家奉为养生宝典。 这磨个活蹦乱跳的大清皇帝,说不行就不行了。 综合嘉庆的人品健康,导致嘉庆突然死亡的原因恐怕只有一个,表面强壮健康的嘉庆帝,心力已经到极限。 父亲乾隆留给他的,就是各腐败横行动乱四起的烂摊,在位25年,每天都似救火队员一般忙灭火,到他61岁时,已经由浸灯哭。 这个真相,也是有嘉庆自己的诏书来佐证的,嘉庆十八年,发生了临清之变,天理教徒摸进皇宫,差点要了嘉庆帝命,事后嘉庆帝垂兄顿足,下了罪己诏,他的罪己诏很奇葩,别的皇帝罪己诏,都是检讨自己有啥地方错了,嘉庆却相反,整个诏书都说自己很辛苦,官员们太不争气,害自己被人刺杀。 这罪己诏杀伤力有多大,当时嘉庆脱险回宫的时候,荡场宣读诏书,迎接的王公大臣,集体一顿豪哭,好些都哭瘫在现场。 后人都说嘉庆这是抱怨,但仔细看看,嘉庆以私人品德说,确实是个好皇帝,秦简洁约莫不良嗜好,工作更是工作狂类型,天天一心扑在国事上,乾隆留下的烂事,一一料理前进,可大清朝的国事,早已遭的日落西山,他可以给大清续命, 却晚不回大清的衰落,25年如一日,越忙却越出事,越奋斗大清越衰败。 驾崩,对于他来说,也许是最好的解脱。 下部影片预告,河南著名的一大特色美食,号称肉中之人参。 感谢你的观看,记得分享及订阅我的频道。谢谢。